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从古至今 多少陈男与女为他谱写了数不清的动人故事 然而 不管人们看过多少爱情传奇 谈论过多少爱情哲理 一旦自己身处其中 还是很难看清他的本质 深陷入爱里的人 总是无法理智地对待爱人 理智地看待世界 于是他们为爱痛苦 为爱痴狂 为爱迷失方向 人们在爱情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误以为自己被人深深地爱着 一个人的变形是很明显的 也许他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不爱了 但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言行 却都会暴露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当男人经常说这三句话的时候 其实前台词就是不爱你了 女人一定要趁早明白 一 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自己 男人爱你的时候 你始终都是最好的 他能主动发觉你身上的很多优点 并常常感叹自己命号 找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婆 他会把你捧在手心里 疼你 爱你 珍惜你 生怕自己对你不好 你就会离他而去 可他要是不爱你了 那么曾经那个把你当宝贝的人 就再也找不到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整天嫌你 厌你的男人 他会无限放大你身上的缺点 处处看你不顺眼 经常指责你 甚至辱骂你 他会不由自主地拿你去和别的女人比较 越比越觉得你不如别人 后悔自己当初怎么会看上你 心里一直这么想 嘴上自然会不经意间说出来 于是你会常常听到他对你说 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自己 话里话外 满满的都是嫌弃 每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会做 什么事情都做得好 你总有做不好会犯错的时候 这也再正常不过 但是 最可怕的不是你犯的错 而是最亲密的爱人的不理解 当你一时疏忽 没做好一件事情时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总是挖苦你 你怎么这么没用 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那么你一定要好好思量 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毕竟 一个爱你的男人是懂得包容和理解的 并且愿意帮助你完成那件事 而不是对你说一句打击的话 你怎么这么没用 经常对你说这句话的男人 他的内心可能早就不爱你了 只不过是想抓住机会打击你 挖苦你 让你自行离开 正如张爱玲所说 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一个女人 他哭闹是错 静默是错 活着呼吸是错了 死了还是错 爱你的时候 哪怕你做得再不好 他都会包容你 顾及你的感受 一旦不爱你 无论你做什么 他都能挑出毛病来 并觉得你是个没用的人 当初他觉得你什么都好 现在觉得你什么都不好 每一句你怎么这么没用 都是他心底里嫌弃你 讨厌你 当他总是这样对待你的时候 你就赶紧离开吧 以免受到更多的伤害 二 我的事不用你管 爱一个人最常见的表现 就是希望自己能得到对方的关心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是一样的 越是喜欢对方 就越会在意对方的心里有没有自己 这个时候的男人 会巴不得你能时时关注他 处处管着他 你若是对他不理不睬 他反而要闹情绪 在一段婚姻中 不管夫妻之间有多少争吵 只要彼此可以好好说话 好好沟通 这段感情就有挽回的希望 夫妻俩床头吵架 床为何 哪有什么隔夜愁呢 可如果有一天 男人突然开始拒绝沟通 把所有的矛盾积攒起来 当你放下身段 委屈求缺 试图靠近他 跟他说话时 他却恶狠狠地回你一句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管得着吗 在男人说出这句话的那一瞬 女人的心就彻底喊了 你是我的老公 我为什么不能管你 为什么就跟我没关系 当男人用这种拒绝沟通的态度来回应你时 夫妻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 最后解都解不开 这样的夫妻 日子又怎么可能好过得了 因为在乎你 所以同样希望你能在乎他 这是爱一个人常有的表现 但如果有一天 他对你不那么伤心了 那么同样的 他也就不希望你再管着他了 这个时候 你越是对他关爱有加 他就越会嫌弃你多管些事 几次三番下来 对你说话的语气也就越来越不友好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简简单单几个字 却足以看清 他早已不把你放在心上 三 和你在一起真的很没劲 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 总是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你们始终觉得对方就是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人 能够相遇是上辈子的福分 你们总是可以找到共同的话题 并且常常意料就是好几个小时 你们会一起去做很多事情 并且总是很珍惜这些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总之 相爱的你们谁也离不开谁 都很享受这种彼此需要的感觉 这一切都是因为两个人心中有爱 而但凡一个人不再爱了 那么这样美好的感觉便也一去不复返了 不再爱你的男人会想方设法地逃离你 他不再主动和你说话 更懒得陪你出去 久而久之 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 此时此刻的他心早就飞去了别的地方 无论你怎么挽留 他都不会再心动半分 和你在一起真的很美劲 这不是抱怨 而是他最真实的心声 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你了 那么他话里话外透露出来的 就全是想要离开的信息 他若执意要走 你根本留不住 与其苦苦挣扎 不如早点放手 爱你的人一直对你很好 偶尔有一些变化 你的心里就会有一个疑问 想知道为什么 他为何这样对你 你就会很黏忍 害怕他中途变心 如果和他走散了 遇见比他更好的 不也不会心动 因为自始至终 你爱的只有他一人 感情中会出现很多疑问 一个不爱你的人 不管你多么努力挽回 也是徒劳 他不会回心转意 因为他已经不爱了 这就是最好的理由 变心的人 已经一清别恋了 对你彻底死心了 如果你的男人 经常对你说这三句话 也许早就不爱你了 别不再提 不爱你的人 你在他身上浪费 再多的事情都没有用 不过是给自己添伤感 你爱的人 不爱你了 选择原谅他 就是放过自己 才能做到真正的放下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